吴尼拉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 带您来看到112年的地价税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那么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目前还是有一半的地主没有缴纳 如果是税单遗失可以向税务局或者是各乡镇市公所来申请补发 要在11月30号之前来缴款以免预期被加征拒纳金 112年地价税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目前还有一半地主没有缴款 如果税单遗失可以向税务局或者是各乡镇市公所来申请补发 乡亲朋友大家好 地价税11月份开征 缴纳期限即将在11月30号截止 如果您的缴款书遗失或是还没有收到 都可以拨电话到花莲县地方税务局 来做询问和申请补发低价税缴款书 本局的网站也有视讯柜台和线上申办的功能 可以提供您做网络的申请补发 本县的13个乡镇市公所的财政课或是财经课 也都可以提供补发缴款书的服务 乡亲朋友可以就近来办理 税务局表示缴款的方式非常方便 提醒纳税人要在11月30号前缴款 以免逾期被加征制纳金 制纳金的规定每超过三天就会夺收1% 超过30天的话最高是加收10%的制纳金 并且会移送强制执行 缴税的方式您可以拿缴款书到 贷收税款的金融机构 比如说银行农会或是信用合作社做缴纳 那邮局是不带收的 那税款3万块以下的呢 也可以到Saven或是全家OK便利超商来做缴纳 都是相当的方便 那网络缴税的话呢 如果您有自然人凭证或是已注册的健保卡 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线上的查缴税 地方税务局表示有任何地价税的疑问 可以拨打03-8226-121 分居182到187来查询 借鲁会幻市报导 的